好我们再来看南投县一位农民 他成功种出了新品种 帝王蜜凤梨 不仅果肉系甜度高 产量也很可观 虽然价格比较贵一些 但是还是很受欢迎 南投县民间乡凤梨班长陈明达 市种成功新品种 帝王蜜凤梨 每颗平均重量超过七台金 足足是一般金钻凤梨的两倍 加上肉质细致甜度高 以上是每台金零售价达35元 甚至在百货公司创下单科398元的天价 耶 好好处哦 这种人来得比较就是木权 我们这种人来大只 但是它里面肉质分 三两千块 三两木权千块 三大只的木权 有的差不多14斤15斤 三大只的 帝王蜜凤梨是农改厂培育的新品种 单科最重可达15台金 比小朋友的头还大上许多 每分地产量高达17000台金 是一般凤梨的两倍 而且有金黄芒果的特殊香味 甜度高达16度 渴望成为农历七月 中元节旺季最抢手的水果王 联合报继闻里南投报导 中帝旺季最抢手